小区的业主家里养了数十只的宠物狗 味道极度难闻 邻居纷纷叫苦连连 可爱的贵宾犬 微笑天使萨摩耶 在不少的市民心中都是备受欢迎的宠物狗 可是在泉州市区成东街道 一些居民却闻狗色变 近期就有成东街道的居民 拨打了海都乐线书 该区有户人在家里养了三十多只的贵宾犬和萨摩耶犬 此起彼伏的狗叫声 经久不散的难闻味道 让邻居们备受困扰 很多人都去劝过 可乡里乡亲的 大家又不好闹得太僵 希望海都记者能够帮忙调解一下 养狗的村民姓林 狗养在他家二楼和三楼的阳台 站在一楼记者就闻到了一股非常难闻的腥臭味 听见来人 数十只狗齐声吠叫了起来 林先生的父亲说 儿子这几年的确以养宠物狗售卖为生 家中五口人都和狗狗生活在了一起 邻居们曾也来反映过狗叫狗粪问题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 总要混口饭吃 对于林先生家的狗 附近一村民说 到了夏天气味更加严重 还吸引了不少的蚊虫 一名女士说 狗叫起来也没有规律 增音很大 有时小孩刚睡下就被吵醒了 还有些村民担心 有些狗狗并没有打疫苗 为此社区主任林昭肥说 社区也曾多次出面协调 我只能批评劝说 并没有执法权 挺难办的 昨日下午林昭肥再次来到了林先生家 希望他能在远离居民区的地方 找一块空地释养狗狗 养狗狗发家致富 我们都能够理解 但是发家致富的同时 尽量不要影响其他的居民 目前没有找到林先生说 狗听见不熟悉的声音才会吵 平常都非常听话 我一叫他们 他们就会停下 在喂狗和训练狗的时候 狗叫声的确会有点大 但我都选在其他人非休息的时间喂狗 他带着记者上楼 二楼的十几个狗龙 每个都有一两只贵宾犬 三楼饰养的大型上摩烟犬 我们一直注意卫生条件 狗狗的粪便都会被收集在专用的桶里面 早晚两次到达卫生间 至于村民担心的防疫问题 他拿出了一盒疫苗说 每只狗他都会打疫苗 对于在居民区开犬舍 您如何看 小伙子想开犬舍发家致富 我们非常理解 但是前提是不能影响其他居民